2022年5月21日凌晨3点,乐剧借开瑰宝任宾儿席梦中悄然离世。 享年91岁,那位艺术借开老杭尊,瞿开离世消息由知名乐剧男演员阮兆辉亲自证实,令人深感突然痛痛惜,阮兆辉席电话访问中坦言。 虽然任宾儿年事已高,但瞿开离世重戏令局难以接受,任宾儿无单止戏乐剧借开杰出代表。 更细阮兆辉成长道路上开重要引路人,瞿开无私教会同细心指导,令阮兆辉受益终身。 消息传出后,乐剧圈内外开朋友密,纷纷袭社交媒体上发文悼念的位艺术大师,任宾儿开三连安排,暂时未公布。 但瞿开离去,无疑系给整个乐剧界留下作深深看遗憾。 任宾儿出生于1931年,自幼便同乐剧接下无解之缘。 五岁时,徐隋乌起人,由广州迁往澳门,并袭南湾开清廷戏院,度过作童年时光。 袭那度,徐无单止观看作大量开乐剧演出,众入读圣罗撒女子学校,接受作三年开教育。 徐开姐姐任建辉,戏乐剧界开一位著名红灵,对任宾儿影响深远。 尽管任建辉曾反对妹妹涉足乐剧界,但任宾儿最终仍戚习11岁葛年,开始做徐开离元生涯。 徐并某因为姐姐开名气而得到特殊待遇,而戏从最低微开角色开始,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。 徐开勤奋同才华,得到做邓碧云开赏识,引领徐走上座新开艺术道路。 席乐剧界,任宾儿凭借扎实开功底,同出色开表演,逐渐展露头角。 徐曾经戏梅香之首,后右席邓碧云开提携下,成为第三花旦。 四十年代,徐跟随姐姐任建辉,同陈燕能组成开澳门长寿班霸新生乐剧团,四处演出。 为观众带来做无数精彩开演出。 任宾儿开一生,戏乐剧艺术开传承同发扬。 徐开离世,戏乐剧介开一大损失。 1956年,先奉明剧团,由任建辉同白雪仙一起组织成立。 那时任建辉开唱腔艺术已经成熟,成立做剧团之后,进一步提升做徐开创作能力。 尽管剧团新成立,但阵容却异常强大。 五指有人建辉同白雪仙那队,神仙搭档,众友,丑生王,梁醒彤,五生王,亮次博加入。 同时,剧团中中有一位深受观众喜爱看任宾儿。 瞿已,二邦王,知名出名,瞿看首部作品《牡丹亭经梦》,就习先奉明剧团上演。 直至1968年剧团解散,瞿都一直席度演出,任冰儿之所以被尊称为二邦王。 细因为尽管多次被邀请做正印花旦,但徐始终都婉拒。 徐认为,要赢得观众派喜爱,先配得上做正印花旦,而徐自己觉得同观众之间尚未建立深厚派情感连接。 同时,正印花旦派角色压力好大,徐自觉难以胜任。 所以,徐宁愿选择二邦派位置,悄悄支持其他人。 不过,在任冰儿数十年看乐剧生涯中,徐都曾两次做过正印花旦,一次席1952年。 徐同黄超舞合作,去东南亚演出《斩龙玉仙》。 另一次席1971年,徐同邓碧云一起去美洲登台。 除做那两次之外,徐一直都席二邦派位置上,观众对徐派称赞,二邦王。 既戏对徐表演才华开肯定,一兜戏对徐专业态度开认可。 徐长久开演艺生涯中,任冰儿从青涩少年成长为行业前辈,经历做无数风风雨雨。 徐曾分享,徐新加坡演出时,如果演出成功,班主会准备木瓜顿雪尔作为夜宵。 如果效果很好,甚至连木瓜皮都难以尝到,那个行业开现实,令任冰儿深感压力。 但出于对乐剧开热爱,徐一直坚守戏舞台上。 席那段时间,任冰儿结识作之后开丈夫石燕子,石燕子原名脉至盛。 戏乐剧介开泰斗级人物,自幼涉足梨园,文武双全,演技精湛,徐无止擅长戏曲表演。 众戏一位影视两期开艺术明星,徐曾涉足电影界,拍摄作,方世玉等好多影片,因此被誉为乐剧武侠电影之王。 之后,徐更惜二十余部影视作品中饰演方世玉一角,赢得作《翻生方世玉》的美誉。 或许好多影迷都恩太记得那位前辈席席,方世玉杜开形象。 但徐曾席,英雄本色杜扮演集团长老姚叔,最终席大哥承手底下去世,徐事业上成就无措,但同任冰儿结合开过程,恩算太顺利。 当时徐帝席一起开消息传出之后,其他人恩太同意徐密系一起。 其中,最反对开就系任冰儿开姐姐任剑辉。 因此,任冰儿童任剑辉开感情有一段时间破裂。 但最终,任冰儿童石燕子仍然冒着反对,成功地走到一起。 之后,徐密已成为作离园内开模范夫妻。 可惜,徐相伴做数十年之后,徐密最终都迎来做分别。 1986年7月,石燕子同朋友打完麻将之后,突然中作风。 因为突然,所以徐先被送入九龙伊丽莎博医院治疗,之后又转入圣德泪撒医院。 徐入院第一个星期,徐众算比较清醒,徐开朋友都陆续探望徐。 其中,任剑辉同白雪仙多次前来探望,但到第二个星期,情况旧恩太好作,病情严重恶化。 几乎每日都处于半昏迷状态,而且左边身体都瘫痪作。 终于,到作九月,徐去世作,享年66岁,任冰儿一直都习作二邦。 1979年,徐受任剑辉开劝说,加入做除凤鸣剧团,之后就在都卯离开过。 而家,剧团开人都好尊重徐,见到徐都会喊一声,戏女结好,徐都好尽责。 只要有剧团开演出,一定会去支持,大家尊重徐,徐都会笑容满面。 友善地同周围开人打招呼,学习乐剧行业呆坐超过半个世纪,虽然常常表示自己性格内向,恩太擅长交际,但最终都收获作一般好姐妹。 1964年,徐同著名开,二邦花旦,李湘琴,梁素琴,谭倩红等人结义成金兰姊妹,称为九大姐,习娶眼中。 那滴有一笔什么都珍贵,有时记者想同局做访谈,但通常都会被徐委婉地拒绝。 然后拉剧团开领班同主要演员过来接受采访,徐表示,自己已经入行好奶,再加上年纪大作,恩应该再细访谈开焦点,应该多访问滴离元开新秀,比观众认识曲蜜,闲些能推动乐剧不断向前发展。 徐一坦言,自己好担心乐剧将来开发展,过去有好多戏员,可以容纳好多开班底。 但儿家,剧团一年只有一两场戏开演出,加上,戏剧那个行业看人恩多,但戏开支又好大。 儿家根本就卯人愿意花钱做新戏。 每次演出,都戏演低就戏,即使自己硬头皮制作新戏,都要花两年开时间,先至可以做出一个制素好开新戏。 幸好儿家政府都习出台低相关开政策,以此理拯救日渐示威开乐剧。 徐感性开奖,自己好感谢乐剧,因为有乐剧开存在,先至可以养活徐。 当初自己恩减做正硬花旦,亦都戏因为那个原因。 就算恩做正硬花旦,但好歹自己都算得上可以养活自己。 如果能够将乐剧那个行业发扬光大开化,可以让无少人问到一份无错开事业。 那一切徐都知道,因为徐自己异系游葛个时候走过离开,但儿家,乐剧细咪可以习将来继续发展乐趣,又细咪可以培育出新一代看明灵,那低,就连任兵儿都画恩清楚。 一切都中戏未知之术,但徐希望乐剧可以习艺术界再次发扬光大,那一兜戏业界向来看起盘,习台上。 徐开出场次数虽然同主角蜜相差很大,但始终无戏那个被大家所关注开人,但那一兜戏徐自己开选择。 虽然徐有那个能力担任主角,但始终认为自己无配占习哥哥位置上,所以徐一直兜戏二帮开位置上,或者有人会画徐糊涂。 但那,其实又典戏无戏徐开一种聪明,因为无戏主角,所以就卯闲大开压力。 席台下,徐戏那个地透世间利益人情开人,传统乐剧无但戏徐一生最终爱开艺术,而且义正戏靠住传统乐剧,先至可以养活徐至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